第2261章右线绝境 话说韩非当时的感觉 前一秒觉得自己即将无敌 下一秒觉得无敌遥不可及 这种失落感 难以言表 砰砰砰地却虽是出入开天境 但是韩非可不算是出入开天境 历经八年的魔力 每战必打上各小半时辰 日日如此 如周金金他们这帮人 要么被气到了疯狂追杀他的地步 要么看见韩非就想绕着走 魔力至今 也算是小有收获 的确掌控起身 一打起来 只觉韩非肉身出奇的好用 轻轻松松大杀四方 那被雪煞拦住的老者 眼看天穷大道一道跟着一道 幕后连连 凶徒 大手 助手魂欲 万魔禁地 那老者过不了雪煞那一关 直接自爆了 雪肉横贯数十万里 滋生漫天妖魔 朝着韩非蜂拥而去 雪煞毕竟只是傀儡 面对这么大范围的绝顶魂术 虽然能慢慢击穿 但是需要的时间就太久了 不过 有一点他知道 保护主人 实际上 韩非也不一定需要雪煞来保护 的确这时候打得正顺手 反正幽灵海峡这十多人 已经被韩非打死了八九个了 剩下的多半也沾染不祥 彻底封魔了 之前 一直旁观战局的金甲男子 目光一领 他盯上了韩非手中的拳套 因为 他们来的时候 那些失心疯的皇者就疯狂垂击此山 口中说了不止一遍他们看见神徒 而后 韩非出来 逃脱结界 大杀四方 凡是被韩非击中 都会喊一句自己看见了神徒 简然 这不是韩非这人带来的 而以这金甲男子的眼光 一眼就能看出韩非手中拳套 乃是神器级别 而且品香绝对不低 如此在一联想 他觉得自己知道了这山底下封印着什么了 多半就是这拳套 一双超凡脱俗的拳套 而且 此刻 韩非横击四野 哪怕幽灵海峡这些人 阳神离体 已经挡不住韩非的拳印 按理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阳神离体 除了神魂大树可以与他们争锋 普通拳印怎么可能击穿阳神 所以 这人还怀疑此拳印能够动穿阳神 如此一想 他不难猜测 这至少是一件上品 甚至是极品的神器 这就有些夸张了 上品神器还好说 海界之大 神器锻造师也有很多 上品神器虽不多见 但总归还是有一些的 可是极品神器 这就把神器这一性能的武器 锤炼到了极致 可不是寻常可得的 每一件极品神器的出现 都是伴随着腥风血雨的 金甲男子 心头一动 只见他屈指一弹 一道无形成物 消散在此间 随即 此人悄然而退 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 这金甲男子 什么时候走的 反正就在他们大战之时 这金甲男子人就没了 韩非倒是注意到了 但是没有去理会 看上去 这金甲男子 和这些修炼羊神的家伙 根本不是一路的 而且 那人的离开 速度很快 自己也没空去追 但他觉着 反正自己还有航海万象仪 等到此战结束 自己再寻思着去干掉这家伙 不管如何 自己这一次亮出来的底牌有点大 而且还十分强大 自己这么一号人物出现 韩非也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格方大势力的关注 可不论如何 自己还是应该将自己出现的影响 降低至最小才是 这边 那化新后期的老者 虽然弄了个什么万腰出笼的手段 但是此刻的韩非 运转大道 乃是实力最巅峰之计 力达千万 虽然迎接着化新后期的神魂冲击 但是受到冲击的又不是韩非 而是帝雀 而帝雀这思 虽未成帝 可几乎是一身神术 神魂抗性 可不会比韩非低 甚至有有果知 只听的确道 你的魂力其实极高 意志其实也不差 否则也误不了无敌路 对你来说 成就阳神应该不难 早晚的是 只是 来日还需多修一些神魂大树才行 否则再遇到这样的局面 总不能都是我来应对 韩非心说是这个道理 从他见识若悠悬阳神离体的时候 就知道神魂之道的强大了 如果自己肉身强大无比 羊神又强大 这应该才算是真正的法体双修 轰猛龙轰猛龙的确和那幽灵海峡的老者 真的算是大战三千回合 最终 那老者竟然放弃狩猎韩非 抓起若悠悬就跑 其他弟子 已经技术被诛 本来 他只觉得这是一场试炼 一个韩非 只是试炼中的一个小插曲 正好可以印证大数 给大家做个参考对比 谁能知 这一下子就撞石头上了 一把将所有人都给撞没了 同时 老者还骇然发现 此人绝不简单 竟然拥有雪煞傀儡 成就傀儡后还能这么强 那么此人生前的有多强 怕是已达化新大圆满了吧 老者悚然 一个拥有化新大圆满级别傀儡的青年强者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真的是全盲山峰的天骄 待那老者跑了 的确才到 不用追了 追上去也杀不了那老者 此人实力非凡 乃是化新后期的大强者 若非这雪煞与我联手压制 凭我现在的手段 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手 翁寒飞重新拿回肉身 翻手间掏出航海万象仪 抓刷刷韩飞接连破开虚空 连续照出三处本源海 进去搜刮了一遍 完了 韩飞已锤掉航海万象仪 以张霸迁之身 继续搜刮了三处本源海 可惜航海万象仪 每天只能用三次 而且是对人的 如果是韩飞本体 使用航海万象仪后 再从时光长河里 锤掉航海万象仪 也是不能用的 因为此物的使用 只针对他的本体 虽说张大千之身 也算是韩飞的本体 但是毕竟是韩飞身外化身 从某种意义上 身外化身和本体命格气韵 完全不同 所以可以视为另一个人 而这里雨落开天竞强者十几个 一天内肯定是搜刮不完的 随即 韩飞掏出九宫气韵池 一轮测试过后 发现卦象显示为绝境 当时韩飞整个人就不好了 这是他根本预料不到的 就在十几年前 自己刚刚在三号复苏之地面 淋过绝境 结果就遇到了雪沙这样的强者 这可是正道边缘的强者 现在这个级别的才被判定为绝境 可特么自己现在明明已经经历过一次 至少是大凶之境的战斗 跟着就给自己来个绝境 这特么到底什么鬼地方 自己才挖了三件一宝而已 就绝境了 这时候 韩飞怎么可能还惦记着这几个开天竞强者的本原海 却见他刷一下就狂飙出去 寻了一处没啥人的山脉 韩飞当即道 的确 今日你恐怕的在出力了 而且很可能得用出灾祸之眼 的确一猛 你又干啥了 的确也是无语 你特么不是才刚刚打过一架吗 我才刚回本原海里休息一下 就又被你给叫起来了 韩飞 今日我恐要经历必死之境 的确 韩飞已经发现 绝境这种诡异的命数 根本避不开的 也没法避 有时候刻意去回避 反而让自己走上了绝境之路 韩飞慢慢咧咧了一句 自己明明是过来历练修行的 还想趁着这个机会 打磨自身 早日实现肉身和神魂的平衡 结果现在好了 才挖了三件宝贝 就特么陷入绝境了 这不是坑爹吗 嗡 韩飞当即心念一动 张大千身影出现 周晶晶也跟着出现 他本来 是想拿周晶晶当诱饵 未曾料 现在可能需要周晶晶救命 周晶晶一出来 立刻就到 我们要开始了吗 然而 只见韩飞摇头道 你看看周围天象 周晶晶环顾四周 扫过此地 豁然见眉头一挑 发出一声金鱼之声 这 这里有强者陨落 而且数量很多 韩飞微微点头 这个地方的危险 超出了我的想象 至少 这里不是你们能随意充当诱饵的地方 完了 韩飞看向周晶晶道 现在我要跟你做个交易 周晶晶心头一震 什么交易 韩飞咧嘴道 在神之废墟外 等我出来 我不出来 你不准走 我若出来 你也没走 我可给你一次大机缘 周晶晶亚裔 之前他能感受到 韩飞其实有放他们走的意思 但现在转头就要让他在神之废墟外围等他 这中间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并不清楚 他猜想 韩飞肯定遇上了什么事了 但是 周晶晶疑惑 为什么还要自己等他呢 仅仅是等待 应该没什么意义吧 周晶晶 我们需要做什么 就是等 韩飞微微摇头 我会让一尊身外化身跟着你 这些年 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在神之废墟外围赚优 不远离即可 对了 也不能轻易给自己树敌 别让人把你们给灭了 照看身外化身 周晶晶心头有了某种猜测 韩飞这是不确定本体会不会出事 所以留下一尊身外化身 以便有什么特殊应对 韩飞点头 但是 为了保证你可信 你的精血和神魂需给我 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航海仪 一旦我的身外化身出事 后果你自己想 周晶晶沉默了片刻 你会如一栋城堡一样控制我们 韩飞摇头 不会 炙后可还你 过了许久之后 周晶晶猛吸了一口气 似乎决定了什么 于是断然开口道 好 周晶晶想明白了 韩飞的实力很强 强到了可以说是化新大后期的级别 而且 韩飞能从谢王城三大强者手里逃脱 无不证明韩飞的强大 韩飞既然如此小心和郑重其事的来让自己看顾一尊身外化身 并许诺大机缘 以韩飞个性 不可能会存在欺骗这种行为 否则怎安到心 片刻后 等韩飞拿捏了周晶晶的神魂和精血 然后让张大千和周晶晶他们一起走了 第2262章虚空垂吊数第九层 韩飞自知陷入绝境 不能将底牌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张大千离开 自己便有活路 因为土肥人跟在他的身边 当然了韩飞没想过自己遇到的绝境会有那么绝 毕竟把自己的生机寄托于土肥园 韩飞更愿意寄托于大师兄的身上 如果不是必要情况 自己为什么要去死一次呢 至于周晶晶他们是否会陷入危险 这一点韩飞并不担心 这里只是神之废墟的外围 以周晶晶他们一个海怪堡垒的实力 想要一举将他们面杀 这种可能性不大 这边 周晶晶他们刚一离开 韩飞跟着 心念一动 就入了本源海 韩飞不知道自己会怎么陷入绝境 但现在 不算上大师兄 底牌也就是只有一个雪煞 雪煞跟在身边 依旧显示绝境状态 意味着雪煞会被完全压制 这个时候 想着靠别人 想着去躲避绝境 这都没用 韩飞的只能从自身出发 怎么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才是关键 虽然 这短短一天内 他也没法做到提升多少 但能上一点 试一点 同时也要让自己处于巅峰状态才行 这不 韩飞目前所获得的宝贝有 月色光滑 这玩意自己收集了不少 此物可以促进金玉之水的滋生 天道玉水 此玉可以融入身体 直接淬炼和同化入骨 可以增强自己的体魄 神之结晶 蕴藏神灵道运 可亏地义丝神灵大道 神灵之道 亦可吸收一丝神魂 巩固神魂和血肉 此三样宝贝 可以说说都是炼体流的一宝 寻常不可得 可惜 此三样物品 想要彻底炼化吸收 不是本源海中一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少说也要数十年 甚至几十年光景 现在 自己只有一天时间 在本源海里 哪怕一天时间用满 在本源海里 也不过就只有256天的时间 也不足一年 根本不可能消化这些东西 寒飞环市 看着自己本源海里那海量的资源 滔滔的灵犬 会成湖泊状的地脉精华 这些年 自己在荒野 抢到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就数量而言 大概能勉强够自己开辟几万里本源海的 之所以这么多 主要是因为寒飞打得多 前前后后被他骚扰过的海外堡垒 数量能达近百 如此海量的资源 哪怕现在自己将它们全部归原 恐怕也只是给自己捎打根基 想要直接让自己度过巩固的状态 还是不易 呼 看来 必须得走上那一步了 经过寒飞再三斟酌 他知道 修炼虚空垂吊术最后一层的时间到了 本来 寒飞不想过早的修行这最后一层 因为这一层是针对帝尊修行的 寒飞以为 怎么着 自己也应该等化新之后 实力在墙上三五成 再修行此数 要更加安全一点 可现在看来 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想要实力暴涨 就得付出代价 虚空垂吊术最后一层 已经是在必行 可是 神之废墟那个地方 显然并不适合修炼最后一层虚空垂吊术 因为雷霆洗礼 已经变成了虚空垂吊术的一个基本要求了 以前 韩飞以为是推演出虚空垂吊术 要经过雷霆洗礼 但现在不同 每进行一层修炼 前提条件都是经历雷霆洗礼 神之废墟不行 那么韩飞就只能在星海中修炼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神之废墟现在走哪都说不好都会陷入绝境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跑 只是 在星海修炼虚空垂吊术 所要经历的雷霆洗礼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但唯一让韩飞慰藉的是 他只是修炼功法 而非杜劫 否则仅凭自己身上这些资源 在星海杜劫 恐怕够自己死个十七八回的 翁韩飞冲破星海泥潭 置身星海 看星空闪烁 不由得心头一狠 干了 抓地却被韩飞拽了出来 不由压抑道 不要说要遇绝境了吗 怎么来了星海 韩飞 我要修炼功法 待会儿可能要历经雷霆洗礼 我倒是不怕雷霆洗礼 但有可能会受到重创 若是重创状态之下 或是我抵抗不住星海的沉眠之力 你要带我回本远海 的确高昂着脑袋 但也似乎有些好奇 他虽然能从魂海沟通韩飞 但是以前他也没在外面看过 韩飞接受雷霆洗礼 所以对此并不知晓 所以 的确只是点了点头 好 既然是准备修炼帝尊级别的功法 韩飞当然不可能什么都不准备 之前 他以天启神术 搓揉出了万年生机的液态神灰 已经全部都拿出来了 只见韩飞盘息 左手握住神之结晶 右手握住天道玉水 之前存着的所有月色光滑 被他一口气 全部吞进了肚子里 一时间 韩飞只觉体内翻江倒海 月色光滑的力量 冲击着自己的血肉 骨骼 努力地往自己体内消融 至已至此 当一鼓作气 韩飞一声不吭 体内经络中 气走玄傲 眨眼间 一幅古怪的脉络图线 当虚空垂掉树地九层功法的施展 韩飞所在之地 似乎出现了不寻常 近海中没有节云 但他感受到此间天道气韵 忽然变得异常浓郁起来 翁龙心海之中 爆发出来常人不可闻的轰鸣 这种声音是直接烙印在韩飞脑海中的 韩飞并没有去管这声音 而是继续运转这诡异的脉络图 只是 第二遍用起来 就没有第一遍那么容易了 第一遍 韩飞只是以气导致 第二遍 体内仙灵之气 滚滚如流 但却感受到了异常的阻力 轰蒙莫名的 星海之中 黑暗里 突然间一道雷霆轰落 砸在韩飞的身上 滋溜壳 韩飞被这雷霆砸得浑身一阵 体表乳白色的光滑 往外喷溅 散做星星点点的光辉 那所谓光点 不是旁的 是韩飞身上某处血肉炸开 喷溅而出 仅仅一道雷霆 韩飞就闷哼了一声 心头骇然 你马星海里的雷霆这么危险吗 怎么跟渡劫似的 本来只是好奇为观的地确 见此一幕 不由得身体都崩直了 天结 不对 是 雷池 他引动了雷池 地确目落差一只色 仅仅从这一道雷霆 他就可以看出 这虽然不是天结 但是雷霆的力量 却相当之可怕 或者这雷霆不足一道天结的力量 也有其实之一二的力量 轰猛一道雷霆刚刚落下 第二道雷霆紧跟着就降临了下来 轰猛轰猛轰猛 仅仅数十兮功夫 雷霆降临下了好几十道 看得地确瞠目结舌 雷池洗礼 地确不太确定 但他现在觉得这么密集的雷霆之力 可不好度过 仅仅成了二十兮左右 韩飞吞服的月色光滑 竟然被这雷霆批的彻底 融入了韩飞他身体 代价是 韩飞浑身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身上电弧滋溜滋溜 都快形成了一只电弧光剪 六十余兮后 卡韩飞左右的天道玉水 已经开裂 韩飞表层肉身已经彻底浇糊 估计就剩下一层渴了 八十兮后 天道玉水烹然炸裂 最后一丝雨粒 被韩飞吸入体内 而他手中还有一枚神之结晶 在大放光芒 只是 神之结晶中的力量 也在迅速消耗 可是 雷霆降临的频率 并未减少 就是韩飞自己 都有些骇然 这雷霆洗礼怕不是要持续一个时辰呢 这特么才多久 三箭一宝 就快好玩了 不出韩飞的预料 神之结晶虽然不凡 但也只是帮他再撑了八十兮不到 然后就砰的一声炸开了 轰蒙轰蒙轰蒙 雷霆持续降临 而韩飞没有强大的一宝 什么极品零食 零果 零泉 地脉精华之类的 就疯狂地涌出 然而 每一道雷霆下来 必然会有海量的此类资源直接被蒸发 这些资源的力量 刚涌入韩飞体内不久 跟着就被一道雷霆给劈散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资源的档次略低的缘故 即便有着海量的资源护体 但韩飞的还是受伤了 而且是每一道雷霆劈下来 都会加重伤势 轰轰轰约莫着 过了五百戏不到 韩飞几乎被雷霆轰成了人干 地尊在外围皱着眉头 不由得有些着急了 这特么都持续了小半个时辰了 这雷霆怎么还没结束呢 再劈下去 人就劈死了 卡擦轰然 一声轻响 只看见韩飞整个人裂开了 然后四分五裂 看上去 让人悚然 但实际上 那是韩飞先前被劈成浇糊的肉身 现在 那层壳被劈裂了 然后炸开 壳中 是韩飞那宛若婴儿般出生的肌肤 似乎只有薄薄一层 看上去像是旧的退去 心的还没涨成 只见韩飞身体上 神灰迸发 那是天启神术的液态神灰 韩飞现在就被逼着用神灰续命了 空谋 空谋 近海中 韩飞所在 闪耀如星辰 而距此不到半日距离的神之废墟内围 一中年人目光威严 沾染神性上品神器 你确定 中年人生前 一身披荆甲的青年点头 甚至可能是极品 那人凭借此物 几乎以一人之力 屠露了幽灵海峡一队人马 对了 那人还有一尊化新大后期的超级傀儡 那傀儡极其强大 幽灵海峡的秦渊长老 都有些驾驭不住 只见那中年人露出一丝冷笑 不是那傀儡强 而是秦渊不行 沾染神性的神器 必须属于我天国之门 第2263章虚空倒数 韩非已经在新海中被劈了半个多时沉了 他的身体几乎干涸了大半 气血不足 生机也不够 唯一让韩非值得庆幸的地方 是金玉之水数量的暴涨 如果说之前三百年修行 只诞生了八滴金玉之水 那么随着他实力的提升 机缘的变多 神圣之谷的吞噬 月色光滑的补充 甚至结晶和天道玉水的供给 这一下子 在雷霆洗礼之下 给他造出了超百滴金玉之水 别看这份量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和之前累积积攒下来的金玉之水 其数量达到了160滴正 虽然韩非不知道这160滴是多少 但是其数量却是刚诞生金玉之水时的20倍了 而且这雷霆洗礼 可并不只是让韩非滋生更多的金玉之水 他是要借助雷霆洗礼 打磨肉身和神魂 修补自己的根基 若是按部就班地去修行 韩非知道自己或许得在荒野上戴上四五十年 才能让自己的根基彻底打扎实了 但是有雷霆洗礼就不一样了 雷霆正法 荡除邪碎 催炼肉身洗涤神魂 如果不是到了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韩非绝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修炼虚空垂掉树第九层 而实际上 此刻韩非的确有些扛不住了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半个时辰 雷霆的密集程度几乎减半 但是 自己身上的资源 几乎快到枯竭的程度了 叶太神灰早就用完了 他现在需要偶尔用天启神术 掉着自己的命呢 但是因为处于雷霆洗礼的范围之内 天启神术很难与雷霆共存 所以雷霆降下 则天启神术湮灭 雷霆消失 韩非动用天启神术 若一定要两者并行 其实效果是打折扣的 卡擦 卡卡当韩非身上没有强力资源和有效补充的时候 他的身体开始军裂 密密麻麻的裂纹 遍布全身 偶尔会有某一处炸开 金血喷溅 偶尔 韩非某处预骨 被批得发出嘶嘶声响 韩非就怕听到预骨出现军裂的声音 一旦预骨军裂 那么代表这雷霆洗礼的力量 终究还是超出了自己的忍受极限 要知道 普通的炼体流或许可以经常重塑肉身 那是因为他们的肉身重塑起来很简单 可到了韩非这程度 在重塑肉身 代价就很大了 他要重塑的 是之前经过无数次淬炼的肉身的崩碎 若是肉身碎片还在 那倒是没问题 可若是肉身碎片也湮灭了 或者被分割封印了 那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空盟当雷霆之力 冲破肉身 在玉骨之上流转之时 韩非一身骨骼都在颤动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军裂一般 正当韩非内心异常紧张之际 他直觉身体豁然间一阵 起初 韩非还有些错愕 是不是玉骨哪里裂开了 但却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感觉脑海中 一下子明误了不少天道法则 似乎是 有诸多天地道运 在往他那里钻来 嗯 韩非当即眼睛一亮 这种感觉 正是融入天道的绝佳时机 天地道运 和自身大道若是相容 自己就可以调用更多的天道力量为己用 如此一来 这雷霆洗礼 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这步 一时间 韩非身上道运迸发 无敌路 时光大道 空间大道 天气大道 重力大道 阴阳大道 当诸多大道和天地道运相容之时 韩非只觉心念一动 天地道运护体 空谋 这一刻 韩非身体如泥潭 雷霆轰落 仿若陷入泥潭 转而就被韩非的大道扭曲 进化力量 散于周身 围观的地确 见此一幕 不由得眼睛一亮 平衡之道 走到这个地步了 地确都有些意外 以前韩非也并没有展现出走平衡之道的天赋啊 可是这一轮雷霆洗礼之下 竟然一下子引动如此巨量的天地道运 这是平衡一道 借天地伪力的象征啊 能做到这一步 说明韩非的神魂和体魄 两者开始趋于平衡 已经到了可借天道之力加之几深的地步 又小半个时辰之后 雷霆洗礼的力量 基本上过去了 从之前每一息好几下 到现在好几息一下 韩非已经完全不用担心抗不过去了 而这时候天起神术爆发 韩非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崩碎 本源海灵果 灵果 精华等物 纷纷补充上来 韩非的气血由摔而胜 逐渐气血汹涌 如浪潮拍击 等韩非血肉彻底鼓胀起来 身上道运流转 肉眼可见其身上气势 似乎攀升了一劫 待到雷霆洗礼彻底结束 韩非都没来得及去看自己的信息 老海中就浮现了虚空垂吊术第九层的大树 虚空道树 所谓虚空道树 等韩非真正理解了这一力量之后 顾尤德就到吸了一口冷气 这 竟是一门可以盗取别人力量的诡异之术 如果说 时光垂吊术 是可以从过去的时间里 垂吊出某事物的旧日之身 那么 这虚空道树 则可在当下的时间 将别人的大道 大树 别人的动作 行为 甚至是别人说过的一句话 瞬间给剥夺过来 以致他人一时间无法运用重复被剥夺的力量 而且 还不止剥夺这么简单 韩非可以选择利用剥夺过来的力量 孤独 韩非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知道虚空垂吊术第九层应该很强 但是他也没想过会有这么强 偷别人的东西化为己用 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等诡异的功法 这种盗取的力量 是利用天地道运吊过来的 可以说 虚空垂吊术做到了以天地为钩 垂吊一切的本事 当然了 逆天的功法 自然也会有所限制 那就是 每剥夺一项能力 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 而且 同一时间 对同径强者 只能剥夺三种能力 而且只能维持三种能力剥夺 超过的话 则必然有其中一项剥夺能力的失效 但是 当含飞了解到 此项大树 竟然可以越境剥夺更强者的力量 也就是说 自己可以剥夺帝尊级别强者的某种力量 但是 越境剥夺 只能剥夺一种力量 越两境 则此数无效 当然了 越两境是不可能的 开天境越两境 那就是神灵级别了 到了神灵那个级别 以帝尊级别的功法去剥夺人家的力量 可能从本身讲究没什么大用 但是 不管如何 虚空倒数的强大 超出了韩飞的想象 在感受完第九层虚空垂吊术之后 韩飞惊喜之余 明明有些异样的领悟 那就是此道非是虚空垂吊术的终结 甚至 这第九层 好像也没人练成过 这种怪异的感觉 在他的心头一扫而过 韩飞大喜之余 第一时间 看向自己的个人信息 主人 韩飞 等级 101级 开天 沧海万祖谱 20万016 棍盾之气 66万 精神力 546万1258 感知 650万里 力量 500万9698浪 第一灵脉 原初之脉 第二灵脉 永岸之脉 第一天赋灵魂兽 双生阴阳吞灵雨99级 第二天赋灵魂兽 地缺100级 主修功法 虚空垂吊术第九层虚空到 术第尊级品 卧曹 韩飞不由得震惊 虽然他知道自己连续吞服月色光滑 神之结晶 天道遇水之后 体魄必然会大涨 但是 他却万万没有料到 自己的体魄 会一下子暴涨到500万浪以上 难道这就是金玉之水 带来的体魄变化 韩飞豁然起身 此刻身子已经在天启神术的滋养下 恢复的差不多了 他不敢耽误时间 因为在星海中 是没有时间加速的 所以 韩飞第一时间撤回本原海 一入本原海 韩飞心念一动 有天道法则降临起身 他明明中感觉 自己说的身体中 承载了部分天地道运 那种感觉 就像是身体部分 已经融入了天道一般 比如 韩飞说一句 我要火 一个念头的事情 连强就能伴下火焰 这倒不是神说要有光那么简单 这是韩飞可以从天地大道中 得到关于火的力量 同样的 韩飞也可以从天地道运中 强化自身的大道 甚至是直接强化自己的力量 韩飞尝试降临这种力量 可惜 让他有些失望的是 自己目前只能借用天地道运 增强自身一程的战力 这个结果 让韩飞还是有些失望的 因为之前在虚空神殿开会讨论的时候 青龙师兄他们说平衡之道借助天道之力 或可提升五成以上的实力 自己这才区区一程 看来还差得远了 这其中的差距 韩飞公没着 应该还是体魄和神魂相差过大的原因 哪怕自己经过雷霆洗礼 之前不稳的根基 基本上被巩固了 但依旧是差了一丢丢 再加上平衡之道 本就极难 所以他能借用一程力量 已经算是不错了 虽然自己体魄暴涨 但是距离神魂之力上有差距 韩飞看见了希望 因为他还可以对神魂之力和体魄进行相互转换 虽然这种转换不宜过多 否则依旧会影响根基 但是 自己转换一点 魔力一点 再加上日常修行 平衡之道 必然不远 说不定 在去到神东王朝之前 就已经平衡 第2264章速度到去 虽说虚空垂掉树第九层的炼城 给了韩飞很大的助力 也让他的实力再增几分 甚至可以直接调用天道之力加成自己 但是 这些实力成长 在真正的强者看来 依旧显得不够 依照韩飞的判断 他现在的实力 依旧比不上谢王朝的老三 最多也就能让自己在他手上多撑一炷香的时间 所以 虽然此次实力算是暴涨了一波 但面对真正的强者 有险不够 一天时间太短 他已经花了一个多时辰来把身上大部分资源都用了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继续提升实力 除了继续吞噬能量结晶 也无他法 可是 吞噬能量结晶 必然会造成神魂和肉身的不平衡 这就使得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 全都白费了 好不容易可以引动天道之力加成 也必然会因为这种情况而消失 所以 除了正常修炼之外 韩飞不会再去用能量结晶 翁韩飞心面移动 出现在外界 一共只有一天时间 他可不想缩在本源海里 能让自己陷入绝境的强者 对于本源海这样的虚空节点 可能根本瞒不过对方 一旦对方找到了位置 再对照星海 很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 他本想用航海万象仪寻觅寻找安全点的 但是一想到自己 进而把航海万象仪次数全都用光了 韩飞不禁觉得 自己还真是愚蠢啊 但韩飞也不犹豫 航海万象仪的反噬 是气韵的反噬 自己明明要寻觅生机 但如果气韵反噬 说不定还会将自己推向深渊 这让他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意 不管了 早晚就是一天的时间 与其不知道往哪跑 反噬就反噬吧 这不 韩飞不再犹豫 直接掏出航海万象仪 心念一动 指向今日我的生路 公只看见 航海万象仪立刻转动起来 但是他的方向 却让韩飞不禁为之一愣 神之废墟 韩飞不禁皱起眉头 在进入神之废墟的时候 他就知道神之废墟 分为内围和外围 外围其实定然也藏着不少宝贝 从自己短短几天的收获 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缺少的 只是寻找宝贝的契机 诸如天道玉髓这种东西 它本身的存在 就可以遮掩自身的契机 如神圣之谷 甚至可以诞生封印自我的结界 没有航海万象仪的指引 在这无尽群山里面 根本找不着 能找着的 那就真真切切 只是运气而已 而神之废墟的内围 可不是个好地方 有人在内围附近简陋 但是真正闯入内围的 可谓是九死一生 这也是韩飞没有直接 将目标定位 内围的主要原因之一 只是 现在航海万象 已指着的方向是内围 意味着相比于 即将遇到的危险而言 内围是生物 至少没有即将遇到的危险来的可怕 没等韩飞思考多久 可能连时期都没到 忽然间 韩飞脸色大变 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怕危机 便在此刻 一道神念扫过自己所在之地 卧槽 这么快 韩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难道这特么就是航海万象仪的反噬 可这你马来的也太快了吧 你好歹给我一点思考的空间啊 翁那一刻 韩飞不再保留 大道迸发 瞬间爆发超光速 朝着那神之废墟的内围冲去 而就在韩飞所在2000万里外不到的地方 三个中年人覆手而立 其中一人 抬头仰望星空 卷疾 他看向韩飞离开的身影 嘴角微微勾起 应该就是此死了 五 三倍超光速 刚化心 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 五 跑不掉了 翁那一刻 这三人动了 若韩飞看见此人的速度爆发 一定会震惊的无以复加 这三人的速度 最低一个 竟然也有八倍光速 最快一个 竟然已打九倍光速 甚至有有果汁 这是什么概念 根据青龙师兄他们的理论 一般情况下 开天境的速度只在十倍光速以内 这人的速度既然超过了九倍光速 意味着已经处于正道边缘 其实力很可能是在赵洪荒娜的级别的 一个赵洪荒娜级别的 带俩潘离天娜级别的 这种组合 天知道为何会出现在荒野之上 揪羞羞 韩飞那是一刻都没敢怠慢 全速奔走 然而 就在这种情况下 仅仅过去五夕的时间 在韩飞身后六百万里之外 他就感受到了一场的能量波动 卧槽 好快 韩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方速度太快 韩飞都看不清对方的身影 只觉得虚空在波动 危机越来越近 饺子 你跑不掉的 停下吧 在这种绝对速度的优势下面 韩飞根本没辙 不是他慢了 而是对方太快了 当韩飞身后那中年人靠近韩飞十万里不到的距离时 那人轻轻一指 一点心芒 从他的指缝中迸发而出 他觉得 凭借他的速度 下一瞬间 自己就会掠过韩飞 将他肉身戳爆 这场拦截 也就成功了 然而 便在那千军一发之际 却见韩飞猛一回头 只是朝他看了一眼 这人快打九倍光速的身影 瞬间停滞了下来 他似乎忘记了什么超光速 身体突然间失去平衡 朝着海床撞去 轰蒙东仿佛无数煤核弹爆炸 此人身体在海床之下撵出一道深深的海钩 轰鸣和乍响 往外扩散出去 估计要绵延出去十余万里才能罢休 光暗一刻 中年人的感知中 就看见韩飞速度陡然暴增 近一下子从三倍光速 猛然跃升至六倍光速 而让他震惊的是 这小子的超光速爆发运转 竟是那么的熟悉 那特么不是自己的独特的大道吗 韩飞本来已经想好了怎么跑了 但是 当他的速度只是达到了六倍光速之后 整个人当时就不好了 不对劲 虚空锤掉树最后一层剥夺有问题 虽然力量剥夺 可以让别人的力量为自己所用 但是 自己毕竟不是别人 自己的体魄 力量 大道 和那中年人更有不同 所以 无法完全复刻对方的速度 就自己目前的身体 最多能承载六倍光速的力量 再快不是 韩飞不想 而是根本快不起来了 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 韩飞有些失望 但是他倒也不觉得有问题 只是他的期望太高了 否则 如果虚空道数真的这么可怕 岂不是可以不顾本身的承载极限 完全到取帝尊的力量 让自己短时间内获得帝尊的完全战力 这就有些强大的令人发指了 不过 这一次速度倒取 让韩飞领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那就是韩飞获得六倍超光速的前提是 是他感悟到了一种全新的空间之道 是的 此人以空间大道让自己速度爆发到超过九倍光速 但是 相比之下 韩飞自己也会空间大道 但是他就不能达到那么快的速度 其根本原因 还是自己对空间大道的领悟不足 但是倒取此人超光速力量的那一瞬 韩飞一下子明误了不少 那是关于空间大道的用法 此韩飞忍不住心头这一阵 所以虚空道数 其最强大的还不只是倒取别人的力量 他还能倒取别人的领悟 倒取别人的大道 甚至倒取别人的力量原理 这TM就恐怖了 这岂不就意味着 只要自己倒取的力量越来越多 那么最终了解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多嘛 假以时日 自己就凭一个虚空倒取 恐怕就能实现战法的全面提升 大道的诸多领悟 想想都让韩飞心头激荡 揪羞 韩飞刚逃脱那位强者的感知范围 在后方 两名速度同样很快的强者跟了上来 其中一人骇然 一长老 你这是 那刚从这海底海沟中出来的中年人 脸色难看 开口道 带上我 一起追 这俩人虽有疑惑 但却毫不犹豫地裹住了这位中年人 随即 只听这中年人道 此次有古怪 身上恐怖只一件极品神器宝贝 他可以剥夺我的速度 让我暂时忘记空间大道的超光速爆发 而除了空间大道的超光速 我对其他大道的速度领悟 最多达到七倍光速 什么 剥夺速度 这怎么夺 简直闻所未闻 中年人 不知 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大道 但是他无法彻底掌握我的速度 所以在他爆发时 只有六倍光速 稍微花点时间 追上他并不难 第2265张天国之门 韩非此刻同样没敢丝毫停歇 绝境的危机 绝非这么简单 虽说自己临时突破 可能对自己的气运所有改变 但是他也不敢大意 因为那笼罩在他身上的危机 并没有消失 此刻他以六倍光速的可怕速度 朝着神之废墟内部冲击 因为不知道这道取过来的力量 会不会有时间限制 如果有 又能用多久 这都是他需要考虑的 韩非还想以时间大道 加速自身周围的时间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速度实在太快了 时间大道竟然莫名的和空间大道产生了一定的交错 自己竟来不及对周围进行时间加速 也就无法借此继续提升速度 随即 韩非震惊的是 仅仅过去了十夕功夫 身后就有一道模糊的身影追了上来 我 不是一道 是两道 韩非不禁头皮发麻 心头骇人 对方不止一人 其中一人是刚才对自己出手的中年人 另一人自己不认识 看来也是他们那一伙的 而且 此人也拥有这么快的速度 他带着那中年人一起 追了上来 继续跑了一息不到的功夫 韩非就判断出来后方追来的这人 速度已经达到了八倍光速 有秘密 韩非第一时间的想法 不是自己怎么逃过此劫 而是他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神之废墟这个地方有隐秘 否则根本不可能有连续出现两位这个档次的超级强者过来 八倍光速 六倍光速 韩非估算着 按着这个速度 对方最多只要四秒的时间 就能追上自己 也就是说 一息都不要 但是 目前韩非还有底气 自己还有还可以继续到取折人的速度 然而 就在那第二个中年人靠近自己百万里之内的那一瞬间 被他拖着追来的那第一个中年人 固然脱开另一人的裹鞋 同样迸发出了比自己现在还快的超光速 卧槽韩非不禁悚然 这些人走的同样不止一条大道 这条空间之道被自己剥夺了 还有其他的大道 可以施展超光速 现在 韩非根本不去想别的东西 反正就是不能被这俩给追上 这种级别的强者 追上之后 只要给自己来一下 自己都挡不住 于是 韩非再次回头 那俩人同时施展护身屏障 甚至还有道文阻挡神魂 只是 下一刻 两个人同时失去了试速度 直接栽进了坑里海床之上 轰猛龙轰猛龙 海底再次掀起波涛 两道海沟出现 被人撵过 无数声铃被这俩人给活活撞死了 但这会 韩非并没有走 他忽然发现 自己对虚空倒数的理解 有些单一了 让这俩人不能追我 何必只剥夺他们的速度 如果他们还有其他速度大道 继续追上来 自己还怎么去剥夺 于是 韩非并未逃遁 而是掠过俩人 直接放弃了自己 到取过来的两种大道感悟 而是直接剥夺了 他们的清醒意识 他要从根本上阻止 这俩人追击自己 让这俩人陷入沉睡 这样自己的目的 岂不就达成了 只是 下一刻 韩非觉得自己过于天真了些 却见这两大强者 同时陷入混沌状态 但是距离沉眠 还远得很 韩非立刻就发现 是自己实力不够 做不到让他们沉眠的地步 只能让他们短暂地 陷入眩晕和混沌状态 并且 韩非可以感觉到 以这俩人的实力 这种状态不可能坚持很久 估摸着 能有一炷香时间 就谢天谢地了 没再管这俩人 韩非继续夺命狂奔 这里距离神之废墟 按照自己的盘算来看 可能还要半个多时辰的时间 韩非也不经无语 为什么荒野要这么大 为什么海界这么大 老子都特么的超光速的跑了 竟然还要那么长时间 才能从一个地方 跑到另一个地方 简直太过分了 在韩非并不知道 其实在暗中 竟还有一人 正在注视这里 但是 此人并未注视韩非 他的目光 一直都落在了 那两大强者的身上 当他亲眼看见 这俩人陷入混沌状态 不由得心头一紧 不知道那小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约莫折视百息之后 韩非正在狂飙 忽然就看见 自己的正前方 空间忽然洞开 那里出现了一扇白色光门 韩非看见一个人影沐浴 在白光里 站在门口 撕 天族 天国之门 韩非当时就心头一震 这扇门太有特色了 在韩非还没进入海界的时候 就听楚昊讲过天族 因为楚昊确定 脸妖狐的一根小藤就在天族 进入混沌废土之后 就经常能听说海界的一些超级势力 其中天国之门 无垠矿区 全盲山峰 东方剑阁 幽灵海峡 恐怖之都什么的 那是如雷贯耳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 这些势力到底是怎样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家知道 在东海神州 有着这样的一批势力存在 怪不得 对方竟然有三人 韩非脑子里一瞬间就想过 最先找上自己那个 速度最快 实力应该也是最强 但是他没想到自己会有 虚空倒数这样变态的大数 第二个跟上来的 应该是速度相对更快一点的 他追上了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交代了信息 然后俩人一起追了上来 只是 这俩人不知道 自己的虚空倒数 可以施展三次 所以又被坑了一把 而这个 应该比那两人的实力要差 只是恐怕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 韩非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对方几大强者追击自己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天国之门和幽灵海峡 什么时候关系这么铁了 这是要给幽灵海峡那些人报仇 韩非不禁停了下来 因为对面那人什么都没干 而且自己没看清那人 不确定那人是不是真人 之所以他敢停下来 是估摸着 后面那俩人现在应该还陷在混沌之中 没有清醒 即便再来一个那样的强者 自己也还有雪煞可用 但自己必须搞清楚的一点是 对方为什么要找上自己 却听韩非审声道 你们是谁 为何要拦我 那光门中的强者 往外走了几步 露出他那刚毅的脸颊 韩非当即心头一动 这中年人的气质和之前那俩人如出一辙 都带着一种莫名的高傲 只听这中年人道 本来只是想取走你身上那件具有神性的神器 不一定会真的杀你 但是现在看来 你的隐秘恐怕不止那一件神器这么简单 不过刚刚化新 竟能让两个正道边缘的强者着了道 看来你身上隐秘不少啊 具有神性的神器 是神拳套 韩非顿时就明白了 忽然间他有些懂了 是神拳套因为是用神圣之骨炼制的 可以让人看见诡异的神徒 被列为上品神器 在和幽灵海峡那些人战斗的时候 是神拳套爆发出了可怕的威力 特别是后来的确用自己身体的时候 直接击穿他们的阳魂 这一幕应该被人看了去 而韩非心头一动 当时所有人当中 唯一一个有些奇怪的人 是那个身着金甲的男子 那人是第一个跑的 自己当时还觉得他是哪个大族子弟 一看情况不对 就溜走了呢 现在看来 那人装扮和气质 见和这些人有些像 恐怕 那是天国之门的人 瞬间 韩非诸多不解 瞬间就通了 天族的人 在神之废墟探索隐秘 正好了有几个超级强者在这里 自己缺点就是对海界的了解太少了 零能第一时间发现那金甲男子的身份不对 否则若是自己第一时间 击杀那人 就没有现在这些事了 现在 自己暴露了太多 就算将是神权套给他们 此人应该也不会放过自己 一念及此 韩非当即冷笑一声 想要我身上的宝贝 那就来拿吧 韩非此刻 距离那人 相距五百万里 这是他刻意留下的距离 太近他怕自己被某种大阵封锁 无法逃脱 嗡 就看见 韩非二话不说再 再次狂飙而出 可偏生这时 在韩非逃顿离开的那个方向 一道人影走了出来 一瞬间 爆发出了至少媲美自己的可怕速度 韩非骇然 翻手间 雪煞出现 迎着那人影冲击而上 而他转头就往其他方向跑去 如果韩非所料不错 那金甲男子既然跑了 就不会遗漏雪煞的存在 现在对方看起来有好多人 哪怕自己舍弃雪煞 都得保住自己的命 可这一边 韩非刚跑出去 就看见又一道人影挡住了他的去路 那人影手持一剑 迸发出绝对石化新大后期的力量 展向韩非 时至此等情况 韩非哪里敢怠慢 心念一动 却见身前那人影豁然尖崩碎 而韩非手中出现一道剑影 正是刚才那一剑 这一刻 韩非舍弃了六倍光速 得到了这一剑 他以为 速度可以随时盗取 但是面对这些强者 毫无抵抗之力 这是不行的 但他骇然发现 这特么竟然只是一道分身 被自己剥夺了这一剑之力后 这分身竟然碎了 卧槽 第2266章分身和窃取 当韩非发现那人只是一具分身后 立刻就明白过来 对方这种化新大后期的强者 只有三人 这无疑给韩非打了一剂强心针 他就怕 这后面还有强者 若真是那般 自己即便有虚空倒数 又能奈何的了这些人 只是 即便有俩人为能追上来 但眼前这人也不好对付 他显然已经知道了自己拥有虚空倒数 这样诡异的大数 所以 他拿出了分身来拦截自己 果然在自己盗取那一剑之力的时候 那光门中走出的中年男子 豁然出手 一道白光剑芒 赫然出现在韩非的身前 韩非只来得及用盗取来的力量 挡住这道攻击 当碰韩非所在之地 瞬间引爆 整个人直接轰飞十万里 身体在虚空中接连暴退 胸口有一些凹陷 咦 那中年人似乎有些诧异 这人的体魄竟然强到了这个地步 虽然偷了自己的一击之力 但是那只是寻常一击 而这一次 自己足足爆发了八成十力 企图直接将他击穿的 磕磕韩非喷出一口金色的金血 还没等他稳住身形 身后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一尊虚空 这一回 韩非学聪明了 知道这人应该只是分身 所以注意力并未放在这分身的身上 而是第一时间操控雪煞 杀向那中年人本体 雪煞自然第一时间杀了过来 但这一回 韩非随手一拳击出 企图稍微阻挡那分身的攻击 结果 轰猛一声 全意轰然爆碎 那本该没什么战斗力的分身 竟然爆发出了恐怖的力量 一箭差点把自己给刺穿 东东轰猛 韩非再次撞破虚空 被那分身从虚空中打入线时 撞在海床之上 撵出一条海钩 磕磕 这时韩非看见那本体和雪煞 同时往自己这边冲来 说时迟 那时快 那一瞬间 韩非大道运转 是神拳套出现在手中 折身拳印 那中年人 一掌按向韩非 企图一巴掌按死韩非 只是 全力运转大道的情况下 韩非爆发出来的力量 恐怖疏于他 一道拳印击出 俩人所在范围掀起恐怖的爆炸 海水乱流疯狂往外不卷去 而雪煞感到 酷手拍在那中年人身上 只见这中年人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枯 争剥夺 这中年人不傻 在明确的发现 韩非拥有盗取别人力量的本事之后 就已经不打算用本体出手 或者不到绝杀 本体绝不出手 所以 韩非和雪煞击穿的那人 也只是一道分身 而韩非伸手 一道剑芒闪耀 早已准备好的韩非 头都没回 天道之力迸发 下一刻 身后那剑芒消失 转而出现在韩非的手上 韩非一手持剑 一手握住航海万象仪 顺着航海万象仪的方向 直接扇了过去 一 碰那恐怖的剑气 斩破虚空 斩破虚妄 一略万里 在虚空中展出一道虚影出来 在韩非展出这一剑的一瞬间 他就放弃了这空剑的力量 转而看向那虚影 眸中逆冷 继续盗取 这一回 韩非盗取的是对方的一瞬间的反应 扑吃那刚想动手的虚影 突然之间陷入了呆滞 并没能反应过来 阻挡韩非这一剑 终于 当剑气杀了过去 直接将那虚影洞穿 结果却让韩非心头一寒 这竟然也是一个分身 对方在自己确定他位置的一瞬间 已经离开了 而自己要再次承受一次航海万象 已带来的气韵反噬 翁韩非或人皆生出感悟 自己盗取的前两个强者的清紧意识 似乎要被对方挣脱了 这么快 韩非骇然 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 这特谋厄运说来就来 本来至少可以承受一炷香的呢 现在百息就被对方给挣脱了 若是对方真的追过来 加上现在这人的实力 当真是插翅难逃 那一瞬 韩非反手收起了航海万象仪 看向虚空那空无人影的光门 淡淡道 你不敢出来见我 然而 虚空中 却一连走出四五个人来了 那中年人痴笑 见你一个小辈 有何不敢 就目前看来 你可以窃取的力量是有限的 在窃取我第一个力量的时候 你的六倍光速消失了 我猜 你没法一下子窃取多种力量 你应该能同时窃取三种力量 但是你目前已经对他们两个用过了 所以到我这 你同时间 只能窃取我一种力量 你想逼我本体现身 这样你可以直接窃取我本体的某种力量 给你争取逃脱的时间 不得不说 这是一种神术 我会对你搜魂 将这神魂搜出来的 韩非脸色难看 就觉得吃定了我 中年人冷哼一声 一个还没话心的小子 你还想逃不成 纵使你天纵奇才 又焉能逃出我的掌心 说着 那中年人还鄙视的一笑 无 还有你那件航海仪 竟然可以寻出老夫所在 看来也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 一人身俱良剑一宝 一门诡异神术 若你生在我天族 必当着重培养一番 可惜了 翁韩非眯着眼睛 是吗 对了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中年人冷笑 故弄玄虚 拖延这么点时间 你觉得就能跑掉 韩非 嘿 我要告诉你的事 我 问候你祖宗十八代 翁那中年人面色都眼一冷 没兴趣跟这小子拖延时间 直接朝着他杀了过来 只是 就看见 就看见韩非身前 时光长河凸现 一道身影似乎想往时间长河中钻去 那中年人冷笑一声 胆子不小 赶尽时间长河 不过 给老夫出来 通着中年人一步跨入时光 在他进入时光的一瞬间 感觉自己的行动能力被剥夺 他的身体在迅速的腐朽 可下一刻 事实证明此人还是一道分身 便在韩非出手的一瞬间 时光长河之外 那中年人瞬间现身 一击打入时间长河 将韩非轰了出来 打完这一击之后 中年人刚想消失 却感觉脑子里什么都没能出现 直接陷入了混沌 而这时 又一个韩非出现 只听他冷笑一声 你以为只有你会降临分身 韩非并没有尝试将这中年人 塞进时间长河 或者将他带到某一段过去的时间里 因为自己盗取对方的清醒意识 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旦进入时间长河 对方可能会瞬间醒来 那自己起步就前功尽弃了 嗡 韩非脸色略显苍白 回到外界 天启神术降临 给自己补了一口 再次全速出发 因为感受过了之前 那中年人的空间大道 所以当韩非运转自己的空间大道时 已经可以爆发四倍光速了 算是小有收获 在四倍光速的基础上 韩非以时光大道加速自身 使得即便没有到取别人速度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发挥出近六倍光速的速度 他不敢犹豫 全速前进 因为那三人中最强的那一个 应该已经醒来 自己一共就甩开他们百息时间 刚才被耽误了这十来息 若对方已久被光速追过来 用不了多久 就能追上自己 百息不到 刚才韩非和那分身众多的强者交战之地 天族为首的那位强者 只手抓进虚空 将那人给拽了出来 这人眉头皱起 他感觉荒唐无比 自己三大几乎快化新圆满的强者 竟然在一个没化新的小子手里面栽了 他一醒来 就尝试叫醒另一个人 可发现那人意识模糊 陷入混沌 但那小子既然没趁着他们陷入混沌 对他们下手 一个是杀不死 另一个是他不敢停留 既然自己苏醒过来 那么他们自然也能苏醒过来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所以 他在看见这分身强者陷入混沌之中 随手一抓 继续朝韩非追去 天国之门和此人已经结仇 就算没结仇 但是此人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自己等人此行 就是为了调查神之废墟 可惜神之废墟内围没能进去 外围却遇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家伙 若是拿了此人 说不定也能收获一些隐秘 第2267章灾祸之眼 经过此战 韩非骇然的发现 纵使虚空倒数强大无比 但是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还是不够 这是源于自己基本实力的不足 虽然自己运转大道之后 也勉强能和化新大后期的强者战斗 差距还是有些过大 特别是开天境这个级别 其实随时都可以降临分身的 甚至根本都不需要开天境 替海境的强者 只要舍得神魂之力 也可以随时随地降临不少分身出来 到了开天境这个级别 可以轻易拿出部分神魂之力和力量 塑造一尊拥有造就一基之力的强大身份 所以那天族之人 应该就是知道了虚空倒数的可怕之后 不愿意和自己正面抗衡的根本原因 刚才之所以能够逼迫那人用本体出现 因为想击穿时间长河 一道分身或许可以 但是力量不够延续 正因如此 韩非才能逼得他现身一瞬间 把握到机会 而且在时光长河里的那个自己 并不是现在的自己 而是过去的自己 自己趁着进入时光长河的那一瞬 以时光垂掉数 将过去的自己给掉了过来 而真正的自己 则在先前的交战中 施展了双子神术 以黑物之身给隐藏了起来 所以 结果看似简单 但是过程却一点点都不简单 总体来说 韩非对自己这一战的结果 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代表着自己在时拥有了 化新大后期强者抗衡的资本 作为一个只开天300多年的人来说 能抗衡化新大后期 甚至正道边缘的强者 即便在海界 在任何地方 都是耸人听闻的一件事 只是韩非没想通的是 那天国之门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就是一扇门 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自己对天族的了解太少了 只知道外人对天族的称谓是天国之门 是东海神州的一大势力 天国之门的地位 和神东王朝恐怖之都其名 名头甚至要盖压其他势力 不可能出场就为了装逼 就像是混沌废土 安家的三角神鹰一样 神将术同样可怕 他们号称可以借用神灵的力量 韩非猜想 若是帝尊级别的强者 施展神将术 会不会有力量降临 如果有 是不是意味着 神灵并未技术陨落 当然了 这些都是韩非的假想 他只是觉得天国之门的那扇门有问题 等此番逃脱了 定然要好好研究一番 正所谓知彼知己 方能百战百胜 270余西后 韩非也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追 反正他知道自己必须抓紧一切时间用来跑路 自己距离神之废墟的内围 还有一段距离 他估摸着 在有200西的时间 自己就跑了快半个时辰了 而自己全程超光速爆发 估计在有两三百西 应该就可以赶至神之废墟的内围了 只是 越是不想要什么 就越会发生什么 韩非继续狂奔了十夕梅道 一道声音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你以为自己能跑的了 我尼玛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时刻的注意着这人 此刻 自己剥夺的力量 已经全都消失了 这意味着 陷入混沌的那两人 先后清醒了过来 韩非现在担心的 不是身后这一个人追过来 他怕的是那陷入沉眠的两个人 一起杀来 此刻 听到这人的传音 韩非整个人都不好了 威首那中年人 在知道自己可以盗取他们的力量后 肯定不会傻乎乎的一个人 冲上来跟自己干 如果是自己 肯定会顺手将两名同伴 丢入自己的本园海里 若是这人实力没有之前 两人那么强 但也应该可以 携着他们一起前行 没理由会丢在原地不管 只是 这一切 自己不知道而已 这会儿 这人真的追上来了 韩非心头凝重 却并没有停下 自己狂奔的步伐 公公就看见 接连两道身影 一个出现在韩非的身后 一个出现在韩非的身侧 这俩人 其中一个正是 刚才和自己激战的强者 但韩非并没有看见 那可以爆发九倍光速的强者 对方的速度远超自己 说明他很可能 在自己的正前方堵着自己 韩非当时就心头一沉 只听后方 那刚才和自己激战的 中年人寒声道 小子 今日纵使神灵来了 也就你不得 韩非没有理睬这人 他想继续往前跑 但是这俩人迅速靠近 可是 韩非却并没有使用虚空倒数 这俩人又不傻 既然敢追来 对方就不傻 同样的错误 怎么可能再犯一次 所以现在追上来的这俩人 都只是一道分身 分身所能持续的力量 维持如此高强度的速度 能有实习就不错了 所以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拦截韩非 抓刷就看见那两道分身接连出手 他们并不掩饰自己分身的身份 在短暂的交手中 既然已经摸清楚了韩非手段 想找出应对之策 自然简单的很 果然在这两尊分身动手的那一刻 韩非的前方也同时出现了分身投影 而且一下子出现了四尊 只是 韩非眼皮都没眨巴一下 直接往那四人冲击了过去 为什么这里有四个分身 自然我是为了试探 韩非很清楚这些人在想什么 他们试探 看韩非能不能同时窃取这四具分身的力量 次到分身一起出手 几乎要封死了韩非的路 其实 这些人基本已经得出了结论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所以才有这次尝试 而韩非也没什么好保留的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 目前自己展现出来的有虚空道术 是神拳套 强横的体魄 时光大道 可是 除了这些大道之外 自己还有很多条大道 所以 只要能跑 韩非并不介意这次的暴露 抓就看见在这四人准备动手的那一瞬间 其中三道分身的攻击被韩非瞬间倒取 只见韩非伸手一挥 三道大树 瞬间砸向那第四道分身 轰盟韩非一力而过 根本就没去管最后的战况 这只是被人试探性地攻击 他现在需要时间 一息也是时间不适 韩非前方所在的虚空中 三名中年男子并肩而行 其中一人道 果然 这小子一次性只能进行三次窃取 如此一来 都不需要我们出手 分身应该就可以击穿他了 另一人则摇头 不一定只是三次 或许他只是做给你看的 毕竟谁都想留给底牌在手上 只是我觉得你说的分身出战的想法是正确的 这小儿手段诡异 我可不想本体再吃亏 要不然脸都丢没了 为首那中年男子道 可以一试 韩非知道等着自己的绝对没有好事 这时候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就目前来说 虚空倒数并不能给他安全感 自己全身上下唯一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东西 就是大师兄赐予的三次虚空印记 但是 韩非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事情有很多 自己目前列在必杀名单之上的帝尊就有三个 真要全靠大师兄 虚空印记能帮自己几次 而且 今日之事后 天祖也将上自己的榜单 至少 他日不搅他个天翻地覆 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 此刻 韩非的虚无知现 太入时光 他在寻觅自己该掉谁 自己能掉谁 而前方一下子出现了十二尊分身 看得韩非心头一领 各归儿子的 但凡给自己一个机会 老子肯定弄死你们 韩非 的确 天族的人认不认识你 的确 传承记忆中知道他们 但是没有交集 我为洪荒凶兽 一般多和神兽一脉交锋 懒得搭理那些类人族 韩非一听 顿时道 雪沙那个级别的分身 你的霍乱之眼 能霍乱几个 三个 但必须得是分身 否则最多一个 而且霍乱的时间很短 韩非捏起嘴角 好融合 抓就看见韩非的背上 豁然间生出一双黑色的羽翼 他的双眸变得心红 看着对面的分身 拐弯跑什么的 其实没有意义 因为那三大强者的实力 他们肯定在自己前面 光那三大强者 看见韩非丝毫没有停留的意思 不禁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猜想韩非还能有什么手段 然而 只看见韩非眼睛一亮 那十二道分身中 三道分身毫无缘由地直接迷失 其他九道分身 三道迸发出来的攻击 瞬间被盗取 不过一瞬间的是 六道分身失控 呵 果然还有后手 但应该不是那诡异大树 而是他的半生灵 为首那人冷笑 即便如此 他也走不过去 正如为首那人说的 哪怕韩非盗取了三道力量 还是不够 被霍乱的人会随便出手 但是没有准头 最终还有六道身份 一人扭转虚空 将韩非射入人堆 让他无法逃离 一人斩出恐怖的剑芒 斩向韩非 与者手段各异 反正都冲杀而来 韩非脚下一踩 当机力断 窃取来的三道力量 同时引爆 此地被打出无尽虚空漩涡来 因为是分身 所以当爆发掉 这个分身的力量后 是很难有后续力量维持的 所以 一下子 十二道分身 连同韩非 一起陷落无尽虚空 便在这时 其中一道分身 施展虚空大道 直接扭转虚空 将韩非射了出来 他们是要韩非的宝贝和神术 陷落无尽虚空 那还要各屁 看着周围再次冒出 二十道分身 韩非深吸了口气 他知道这么玩下去 自己迟早要被玩死 当即怒吼道 灾 祸 知 眼 第2268章真正的神之废墟 当那名强者追上来的时候 韩非就知道 如果没有特殊的手段 应该是跑不掉了 他的身上并没有什么大杀器 到了开天境这个阶段 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大概也就是帝尊级别的 各种秘宝之类的东西了 当然即便他们有一宝 恐怕这会儿也不敢拿出来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盗取他们的一宝和神器 但这种化新大后期的强者 对付韩非哪里需要借助神器之类的宝贝 就像现在这般 二十余尊分身投影将韩非克得死死的 这时候 韩非也是迫不得已才发动灾祸之眼 跑 现在是跑不掉的 韩非索性不再逃跑 心念一动 雪煞被放了出来 随着韩非心念所指 雪煞当即杀了出去 随即 只听韩非冷笑道 三位 仅凭分身就想杀我 是不是太小觑我了 韩非这会儿 高昂着脑袋宛若大地 俯视眼前的战斗 眼中充满了不屑 而天族的这三大强者 此刻却是脸色难看 当他们看见那雪煞一击轰面一道分身的时候 就已经判断出这雪煞的战力了 正道边缘的雪煞 这东西怎么会被这么一个小儿所控 那怎么办 那小子虽然只有三次诡异的窃取之力 但这等鬼术 太过可怕 连我等思想 大道都能窃取 若是与你我实力相当 地尊之下 还有谁能奈何此人 是啊 这种鬼术不该存在的啊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等诡异之术的存在 为首那人皱着眉头道 此术不可能这么无敌 我们挡不住 可能只是不懂其中原因 又或者 此术存在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限制 既然普通的分身挡不住它 那就降临更强的分身就好了 就目前看来 此此似乎并不能完全爆发那雪煞的真正实力 这是我们的机会 那雪煞 由我来挡 韩非也不管那些分身 这里虽然不是洪荒古地 但是雪煞又不是只能使用煞气 变成傀儡之后 可以自发性的调用天地间的力量 区区二十余尊化星大后期分身 也就够雪煞打个几十回合而已 这部 一转眼的功夫 烂化星后期分身已经被干掉了七八尊了 期间当然有分身要越过雪煞 直接杀向韩非 但毕竟不是本体 没有持续爆发 韩非可以夺走他们的力量 甚至 韩非借用这分身的力量 直接杀入阵中 和雪煞一起战斗 轰轰轰神之废墟 不少人观望星海 因为星海中突然有四眉大星 璀璨无比 这种突然的情况自然有不少人注意到了 但这一回 却没有人愿意往星光爆发的方向凑热闹 敢在星海之中 能在星海之中爆发如此璀璨光滑的 岂是寻常人 大家关心寻敌狩猎 那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观摩的 如海怪堡垒 一栋城堡上 寻找一次猎物 可能要煞费苦心 因为 星光不显 猎物难寻 可今而这 大星璀璨 闪烁着光芒 多半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否则哪会晾成这个模样 那是本源海中 大道之力以常调用而产生的 此刻 这一群分身 韩非已经横扫十之七八 只听韩非冷笑 天族的三坨臭鱼屎 真的不出来吗 不出来老子就走了 今而不杀我 下回我遇见天族的人 见一个杀一个 见一双我杀一双 咱们这两子 算是结下了 哼黄口小儿 大言不惭 嗡嗡嗡只看见 一连五道身影 豁然降临 韩非心口凛然 这依旧是分身 对方并未掩饰 但是这分身 和刚才的那分身 就完全是两个级别了 就像是韩非可以施展虚空降临术一般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降临不同档次 不同实力的分身 而这五尊 其实力或许和刚才那些分身一样 但是他们的持续战斗能力 必然不同 其中为首那人 身上红光流转 手持双剑 随手两剑 掀起剑巢 剑芒刺得韩非眼睛差点失明 那人直奔雪沙而去 和一条煞气长龙 交缠在了一起 韩非心头一动 天道牵引 有恐怖的力量灌注自己的身体 那手持双剑的强者 力量陡然间卸去了七成 而韩非 则是力量暴涨 同时他直接剥夺了其中两道分身的神志 只听韩非大笑道 三个龟儿子 你们穷成这样了吗 区区五道分身 就想杀我 不知道你们哪来的自信 两道分身陷入混乱 无差别攻击 而那名本来纠缠雪沙的分身 因为力量大损 被雪沙一击轰退三万里 韩非实力暴涨 招来万里刀浪 铺天盖地地杀向自己的两大身份 后方天族的三人面色平静 本来他们就没觉得五道分身能够拿下韩非 但是五道分身确确实实地控住了韩非 这时候场中又四道分身降临 那为首的天族强者 好奇到 李明知道凭借你现在的这些手段 根本不可能赢 你能让三人失控 夺取三人的能力 加上这雪沙 加上你自己 八个分身 应该是你能够承受的极限了 我想看看 这里九大分身 你准备怎么应对啊 为首那人倒是不慌不忙 似乎一点都不着急解决韩非 如果只是他一个人 分出九道分身战力 恐怕还真不一定能拿得下韩非 但是 这里可是有三大化新大后期 虽不至于圆满 分出几道超强分身来 还是绰绰有余的 实际上 韩非看见又冒出来的四大分身 的确整个人都不好了 灾祸之眼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异常 这特么要是拖得久了 说不定自己已经被人家给收拾了 温祸乱之眼爆发 但是 这一回的分身并不是刚才的那种一次性分身了 所以仅有两道分身被失控 看见这一幕 天足那为首的强者 不禁一笑 无 看来你的力量是有极限的 实力越强 就越不容易失控 看我本作还高估了你 那么 现在你还有什么底牌 此刻 虚空骤变 失控的那些分身 被虚空给隔离 绝煞被某种空间之力给挪移了出去 这里 还剩下三个神智清明的强者 虽然韩非盗取了那为首男子的分身的力量 但是此刻一打三 依旧不现实 双方刚一交锋 韩非就陷入了虚空风暴 这是对方的大道 而通走此道的韩非 走的并没有那人身后 所以虽然他试图搅动虚空 但很快他的力量就被压制 另外两大分身 一人频频出剑 一人擅长法 转眼间 就将韩非拍得头皮发麻 叮叮砰砰砰指示 双方刚一交手 就发现自己那恐怖的力量 竟然无法击穿韩非 剑气虽然将韩非斩得皮开肉绽 但是却斩不断他的玉骨 长法虽然爆裂 但碾不碎韩非的血肉 虚空风暴虽然暴虐 但只奈何韩非体魄太强 造成的效果似乎只和那剑气一般 纵然韩非转眼间遍体鳞伤 但是这几道分身的身上 同样挂彩 口法向天地 韩非完全不顾能量的倾泻 施展发现 金光拳印 瞬间横击千百拳 轰得大浪滔天 虚空爆裂 三大分身 与韩非交战二十余息 这丝竟然还保持如此巅峰的爆发 幕后那三人 此刻面色悚然 这小子 不应该这么强啊 一人道 他这是用了秘法了吧 另一人则道 说一个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不见他的魂海深处 但我关心海 此此还没化心 为首那人目光一冷 的确 我也这么看 你这么一说 我更确定了 他的确没化心 那一刻 这三人心头悍然 一个还没化心的人 哪怕天骄爵士 既然能挡住 他们三人的分身围攻 这说明 对方的实力 最少要暴涨三倍以上 就这 还是他们的保守估计 实际上 他们根据天族的 绝顶天骄的实力去判断 没化心的天骄 想要媲美三大分身 这种级别 最少最少 实力也要暴涨五倍以上 否则根本没有 抗衡他们分身的可能 砰砰砰 韩非给这三道分身 以伤患伤 正拿捏着时间 在有七八息的时间 自己可能就需要 逆转时光了 而逆转时光的那一刻 这三人可能会出手 对于开天境强者而言 是可以短暂地 踏入时光长河的 只要他们在 时光长河中 击杀自己 那自己就没了 逆转时光的可能 所以 七八息后 是关键 这时 韩非忽然心生莫大危机 因为他看见一道人影降临 这是之前 那个召唤出光门的那一个 曾与他交战 但是 这一回 韩非感觉此人 很有种本体的感觉 韩非刚想去剥夺此人的神志 让他胡乱出击 可身后也在此 冒出一道新的投影 韩非知道 那三人 动争格了 这分身 可能至少承载 他们三四成的力量 韩非 的确 灾祸呢 灾祸怎么还不降临啊 就在韩非这话问完的那一刻 忽然之间 大地平沉 海床坍塌 一片浑浊的泥沙之色 飞扬而起 周围 虚空扭曲 无尽虚空漩涡出现 韩非只觉得眼前一黑 等他再睁开眼时 周围什么都没有了 唯有天族强者的分身 唯有海水 空气干燥 大地干枯 感知散布出去 还没等韩非反应过来 的确自动解除了融合 下一刻 韩非脑海中有声音浮现 我感受到了 神灵和神兽的气息 告诉过你 灾祸只眼不能乱用 你所处的位置 你面对的敌人 你身处的近况 决定了灾祸的等级 这一回 你怕不是触动了神灵 韩非 第2269张人类 无关你根骨齐家 神灵 神兽 韩非不经无语 知道多半是灾祸降临了 但他并不知道灾祸是怎么降临的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但是的确说出神灵这词儿 顿时就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还有神兽 那不是的确的死对头吗 还有 那天族的三大强者呢 无数分身呢 都哪去了 不仅天族强者的分身没有了 韩非发现雪煞也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联系 这让他心头一沉 雪煞可是他的超级底牌之一 这要是损失了 再想弄一尊雪煞 那可是难如登天的 韩非瞅了眼角下 乱石废土一片 自己应该是在山坡上 忽然 韩非感受到自己 剥夺过来的力量 消失了 这意味着 要么对方挣脱了 要么 那些分身陨落了 但现在不是去管这事的时候 他得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 韩非一路往上 往山头走了片刻 当他看见半个山头视频的 当韩非看见这山头的那一瞬 惑然间心头一寒 根本都没来得及多想 惑然间掏出青雷酒壶 挡在自己身前 只看见 天地间一道绚烂的刀芒 烙印在韩非眼中 那刀芒就朝着所在的 这座山头披了过来 不可敌 韩非内心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此刀不可敌 根本挡不住 虽然肉眼看见了那刀芒 但是韩非仿佛根本 看不清那刀芒的诡计 所以 他第一时间照出的是青雷酒壶 挡在身前 当烹指感觉自己被大心碰撞 韩非还没来得及多想呢 整个人如流星一般 睡膝砸到隔壁另一座山体之中 空龙龙却见那山体整个的坍塌 韩非被这一刀劈进了地底 磕磕 当场 韩非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 紧紧一刀 他就受伤了 双臂之上 鲜血淋漓 孤单好在 没有殃及性命 韩非长松了一口气 然后去看青雷酒壶 结果 这一看 就骇然发现 青雷酒壶 竟然被斩出了一道裂痕 是的 葫芦肚子上 被斩出了一道裂痕 贯穿半个葫芦 此韩非不由得到吸一口冷气 堂堂神气 竟然差点被一刀斩废 这要是斩在人的身上 那的是个什么样的光景 然而正准备将自己的精血都收回来 但是 当他试图去收回精血的时候 骇然发现 自己喷洒出去的精血 没了 无故失踪 孤独韩非目光一下子锐利了起来 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是双手 发现上臂上淋漓的鲜血 正在鼓鼓往外冒着 他们顺着自己的手臂 就要钻进地底 卧槽 天启神术 韩非第一时间施展天启神术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的精血被偷 翁当神灰降临 韩非体表伤是飞速复原 直到他自觉状态处于巅峰 这才常常松了口气 看来 这个鬼地方 不能受伤的啊 韩非意识到这里的危险 他连敌人是谁都还没有发现 似乎那恐怖的刀忙 是凭空而来的一般 通正开身上那坍塌的废墟 韩非没再乱动 而是静坐在那废墟之中 他不着急 只要现在没人来打自己 那就是好事 不管如何 先度过这一天 只要这一天过去了 航海万象仪就可以重置 自己摸不清方向 那就交给航海万象仪 另一边 天族三大强者 他们感知到危险的时间 要比韩非更早 在韩非交战之力 出现异常的一瞬间 天族那为首男子 直接拖着另外俩人抱推而出 施展虚空挪移 强行将自己挪移千万里之外 一长老 出了什么事 哪里来的力量 另一人道 不好 我和分身失去了联系 为首男子面色悚然 是神之废墟的气息 我们的分身 以及那小子 陷落神之废墟了 怎么可能 真正的神之废墟 距离这里还很远呢 这里怎么会有神之废墟的气息 为首那人道 不知道 可能是此战过于激烈 触动了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你们看 那交战之地 已经全部陷落 被灰雾笼罩 那里的空间 出了问题 说着 这位首男子整个人就有点不好了 因为刚才那地方 空间波动原来越小 一切都开始缓缓平复 这意味着 那里恐将恢复正常 但是他们的分身可都没了啊 这一次 为了拿下韩非 就连他都至少分出了三成的神魂之力 塑造分身 现在 分身失踪 几乎跟他们彻底断了联系 一旦分身湮灭 则意味着他们三人将实力大损 这可不是千百年就可以轻易修回来的 这恐虚万载时光 才能将损失掉的这部分力量 给修补回来 要么就得用无数资源砸回来 但是神之废墟 他们不敢闯 因为他们已经闯过一次了 三人皆负伤而回 废墟之中的力量太过恐怖 似有神灵斗法 所以他们现在的脸色 才如此难看 一长老 怎么办 我这句分身 都可以炼制一尊强大的身外化身了 若是雨落在神之废墟 损失实在太大了 不错 那小贼死了不要紧 但是你我的分身 为首男子道 不要慌 那终究还是你我分身 拥有强大的力量 非是那小子可比 我们曾进入过神之废墟 分身会第一时间意识到 并放弃对那小子的追杀 想办法回归 现在失去了联系 应该只是被神之废墟给隔绝了而已 三个时辰后 韩非觉得 这绝境危险 可能已经过去一半 可惜 自己现在没法继续使用九弓气运制 今天还属于绝境的范畴 就在他想继续盘作 把今天熬过去的时候 忽然虚空中有一晕虚影浮现 等韩非定睛一看 那竟是一枚犬印 韩非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好生生的 哪里来的犬印 那犬印 像是漫无目的在虚空游异一般 在遇见韩非的时候 似乎寻到了目标一样 直直朝着韩非轰击而来 尼玛 这也可以 韩非不敢怠慢 在看见那拳印的时候 就已经全力运转大道 甚至用上了无敌之眼 爆发了法相天地 因为他知道 那一拳 恐怖无边 不是自己能轻易格挡的 而且 韩非即便爆发了这么多 他还是举起了青雷九弧 反正都已经出现裂痕 自己总不至于再换一件神器过来当 东一拳之威 韩非连穿六座大山 被轰入一片废墟之中 卡擦青雷九弧 在此爆发一声清脆的声响 废墟之中 韩非刚欲爆发天启神术 可不知道是不是触动了什么地方 一只脚印从天而降 而另一头 有怒吼之音震荡 韩非直觉脑袋开裂 我尼玛说时迟 那时快 韩非当即试图盗取那脚印和魔音的力量 结果 当他施展虚空倒数 只觉得身体一下子就要膨胀到爆开 因为他盗取的力量 实在太强 扑一口鲜血狂喷出去 韩非拼着血肉炸开 将这些力量释放出去 轰猛龙韩非也不知道自己撞毁了几座山 喷了几口血 反正稀里糊涂的 就被好几重力量冲击 给打到了这里 这时候 韩非意识到 这些力量都不属于同一路数 就好像有人正在这里作战似的 可是 这里分明就没有人 这让韩非很自然的就想到 这里只是昔日强者战斗的残留与运 在这片地区 有残余的力量 烙印在山河大地之中 一旦受到了外部激发 就开始肆虐起来 让韩非骇然的是 仅仅是残留的力量与运 都不是自己可以挡得住的 这手里的青雷九弧 现在已经凹了下去 可见此间残余力量的可怕 天启神术 韩非继续修复自身 他也不知道下一道攻击 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真希望现在雪煞能够在自己的身边 这样就不用自己亲自动手了 不怪天族那三个王八蛋 他日若有机会 老子定坑的你们裤衩都不剩 半日之后 一道神灰降临 韩非已经既不得自己到底用了几次天启神术了 反正 他觉得自己在三号复苏之地那边弄来的生机 这会儿可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再坚持两个时辰 再有两个时辰 航海万象仪就重置了 这会儿 韩非不敢再强行使用航海万象仪了 韩非就是再笨 也猜出了这是什么地方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跑到这神之废墟里面来的 但现在就是进来了 这鬼地方 一旦自己遭受气韵反噬 那结果是可怕的 韩非原地等了十余西 发现竟没有力量爆发 不禁松了口气 心说难道我来到了一个安全地带 他当即盘坐 准备熬过最后这两个时辰 但是 韩非才刚坐下来 就感觉心头有声音在呼唤 人类 吴冠米根古齐家 与吴有缘 第2270章五 是神 当这道身影出现的那一刻 韩非浑身一颤 神经立刻紧绷起来 最特么讨厌在这种鼓鼓怪怪的地方 刚听到冷不丁的说话声了 诸如此类的 反正他现在奉行的 诸如此类听起来极具忽悠性的 全都是骗子 没办法 这世上骗子太多了 不是基于他的肉体 就是基于他的神魂 现在韩非冷不丁的听到这句话 心里发出 雪刹那也就是正道边缘的强者 但是 这一位 可千万不要是自己想的那样 是神灵的残魂 那他妈就玩独子了 若真是神灵残魂 除了指望练妖狐 就只能指望大师兄了 韩非寻声看去 那是隔壁越过了三座山头的地方 有璀璨金光 似乎有什么绝世一宝似的 呵 我特么才不去 韩非心说 反正只要再坚持两个时辰就够了 自己距离那金光发散之地 实在太近了 得赶紧离远一点 这会儿 韩非也不再顾忌会被埋藏在此间天地里的力量于运所攻击了 只要能远离那金光 艾什顿打也值 抓韩非刚跑出去几座山头 那声音竟出现在耳边 没走 无可刺拟大机缘 韩非一听这话 顿时就爆发出超光速来 不行了 不玩命逃不行了 只可惜 韩非的超光速刚刚爆发 就看见一尊模糊的虚影在半空浮现 他刚刚调用的大道之力 轻刻间消散 超光速没能爆发 卧曹 这位神灵前辈 晚辈误入此地 不求机缘 晚辈还有要事 您就甭追了 人类 过来 无对你 并无恶意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这特么肯定是个活的 没跑了 绝对是活的 能和自己如此对话 还能降临虚影 妥妥是神灵残魂 韩非顿时道 前辈 我不要什么传承的 也不要一宝 无 外面有三尊正道边缘的超级强者 他们什么都要 他们实力强大 鲜血浓乡 骨髓清新 资源众多 前辈 你给我开条路 我现在就给您把那三人给引诱过来 给你当晚餐 这些年 韩非走南闯北 啥情况没遇见过 越是这种嘴上说没有恶意的 其实心里就装着满满的恶意 恨不得能给你压榨的干钱净净 听他的 那就纯属是脑子坏掉了 只是 韩非心里虽然这么想着 但是那位神灵残魂显然不乐意啊 只见那虚影忽然引动此间 韩非看见半天天雨都扭曲了 那苍老的声音悠悠到 星云神铺 骇然心头骇然 这可比天足那强者的空间大道更强 韩非可以感受到 一层层虚空在这里被封锁了 韩非当即全力迸发大道归一剑 然而 他全力一击 在触碰那所谓的星云神铺后 爆发数十重连一 眼看着击出一道透明的薄膜 但很快就被扭曲的空间所覆盖 而自己的全力一击 在这种力量下 已经崩碎 韩非当即面色一沉 特娘的 这怎么办 只看见星云神铺正在收缩 将韩非往那散发精光的地方逼迫而去 前辈 有话好说啊前辈 哎 前辈你是抢人所难 哎你嘛 怎么还加速了 却见那星云神铺扭曲虚空 有一种将韩非往里面吸扯的感觉 韩非感觉自己的大道之力都已经不稳 本源海里滋生的大道气韵都在流逝 往心海中溢散 韩非骇然 这时候想强闯过去 风险系数太高 一不小心就被那星云神铺给绞碎了 虽然他不想去那散发精光之地 但是此刻却不得不去 正所谓胳膊拗不过大腿 韩非一退再退 却见身后那幽深的山谷 精光灿灿 但越是靠近那鬼地方 韩非就感觉身体越发紧绷 终于 当韩非靠近那精光璀璨之地一定距离之后 忽然间 还没等韩非反应过来 他所在的虚空 被人强行挪移 等韩非再定睛一看 我尼玛 当时就惊了个呆 不知何时 他已经出现在这山谷之中 他第一眼就看见 一尊千丈身影 被五根擎天玉柱般的长枪 定在了那一片精光迷雾之中 只是 让韩非震惊的是 虽然他的眼睛 可以看见那擎天玉柱般的长枪 可以看见那千丈的精光 但是 无论他如何睁大眼睛 就是看不见长枪钉川的千丈精光是什么 就好像 一个人就站在你的面前 但是你根本看不清楚他的脸 他的身体 你只能看见一片精光 这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比自己曾获得的精神图还要诡异 精神图只是自己精神力不够 无法在神魂中烙印那图形 而这巨大的身影 自己明明看见了 可眼睛和脑子却欺骗了自己 说那就是一片精光 孤独这是第一个让韩非震惊的地方 除了这个 韩非还看见 这里竟然坐了近千人 其中八成之数 已经变成了活干尸 身上灵运全无 神魂不在 血肉枯竭 分明已经死了很久了 而剩下的 近两百人 他们还活着 只是 有些人气血衰败 身体几乎成了皮包骨 有些人只是看起来憔悴了一些 甚至 韩非看见了天族那三大强者分身 是的 他们虽然有很多分身 但此刻出现在这里的 只有三尊 估计是 在进入这里之后 分身融合在了一起 也可能是 这三尊分身最强 所以和自己一起 被这神秘人物给强行挪移了过来 当韩非到达此地的时候 这三人纷纷扭头 看向韩非 眸中带着怒吼和仇恨 韩非当即就不平衡了 明明是你们追杀老子 将老子逼迫到了这里 要不然我能来这鬼地方 怎么着 现在反而怪我了 韩非当即开口 看什么看 三个老匹夫 恨不能把你们本尊给弄过来 有种就别让我活着出去 要不然我说的话算数 他日逮着你们天族的人杀 喝这时 有人吃笑了一声 那你得先活着出去 这鬼地方 来了就走不掉 前不可进 后不可退 看看 这已经死了多少了 说话的是一个距离 那一坨金光很近的男子 他们似乎都在努力靠近那坨金光 哦不 准确来说 他们更像是试图靠近那根主子 没等韩非询问他们要作甚 韩非脑海中就浮现一道声音 人类 无关你天赋异禀 气韵非凡 破此封印 无可许你三件一宝和机缘 韩非见此情景 不由道 别人都死了 也得不了一宝 前辈 我还没划心啊 你瞅那三个 本体处于正道本源 你老想办法将这撒给弄来 定能破开封印 韩非一边回应那道神秘的声音 一边手指天族那三大强者分身 那声音并未回应韩非 而是道 破封印者 不再实力强弱 在于能否悟到 人类 无关你根骨齐家 气韵笼罩 好生努力 韩非心头一寒 根骨齐家你大爷 我真要根骨齐家 你特么能弄这么多强者过来 忽有鬼呢 不过 韩非忽然从这神秘的声音中 品味出不同 因为他想要自己破封 又要让自己悟到 那么 破封和悟到 是一件事 那陀金光被五根长枪定在地上 想要给他破封 首先得破掉这五根长枪 而想要破掉这五根长枪 可能就要悟此枪数大到 所以 大家都在往那五根长枪主子靠拢 为的是观想参悟此枪真意 韩非当即心头一动 这好像难不倒自己挨 有恋妖狐在 看透此数 不过是时间问题 就算恋妖狐不给力 自己通过碧玉石桥 似乎也能琢磨此间枪盗 但是问题来了 就算自己能误此道 可谁知道放了这坨金光 他真能放过自己 还有 这里有两百余活人 还有八百余干尸 显然他们有诸多力量被抽去 包括韩非现在 都感觉自己有生机和力量在流逝 这坨金光都已经干掉了八百余人了 还差这两百个 他说话能算数 这不 韩非手指那三大天族强者分身 那三人眼神不善 似乎想要尝试在这里动手 但是 随即就有人出声提醒 天族之人 想多活一阵 就别出手 天族为首那人道 此间不许动手 那人道 动手倒是可以 但你打出来的力量会倾刻兼备那金光吸收 你根本打不到人 有人道 不管你们在外面如何结仇 在这里 还是想想怎么先破开这封印先 诸位 生死一线 破开封印 是唯一的火路 否则能量流逝 你我迟早枯竭 韩非倒是没有动手的打算 但他看见这么多人盘坐 就已经不担心那三个老贼会动手了 天族那人眯着眼睛道 可以瞬间射走我等实力 难道是帝尊级强者 这一回 不用旁人来回答他 众人只听虚空有苍老的声音震荡 无 是神